今天的社区走透透单元 带您到大同区双联里 来看看歌唱班的学员 在老师的用心指导之下 如何来锻炼自己的歌喉 并且借由歌唱班的聚会 相互交流增添生活乐趣 一曲动人的台语歌 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员们聚精会神地 跟着老师一句句地列唱 不时还低着头拿着笔和尺 在歌谱上画下重点 每周五上午十点半开始的歌唱班 正是双联里社区居民们 最开心的还唱时间 有 对 老师这边教得很好 他会教我们从基词开始教 本来我都不会唱歌 现在都赶起来唱歌 可以学一些胆量 面对大家一起唱歌 这样子教一些很多很多的朋友 把自己心情可以放开 我很爱唱 问题我老公都会讲说 你唱歌人都不知道 我们听歌的人很痛苦嘛 所以我就来这边学 现在出去的话掌声很多 台上老师教得认真 台下学员们也努力地学习 如何锻炼自己的歌喉 在许多社区大学授课 并且拥有多年交唱经验的 刘老师说来这里上课歌唱技巧进步多少是其次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同学们都能够乐在其中 我们大家要以欢乐 因为到了这把年纪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 以及心理的压力的舒放 所以说大家以快乐为主 成立三年多的双联礼歌唱班 在红里长的号召之下 每周都有二三十位的居民来这里上课 里长还甚至会充当保姆 帮来上课的阿嬷们照顾小孙子 让这群婆婆妈妈可以放松一下 来这里聚会交流 其实难得我们这些婆婆妈妈 平时在上班煮饭 难得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参加歌唱班 让他们做一个联谊 还有歌唱的吹车 还有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 来这边高歌一起 能够带动 能够让心情更好一点 因为我本身最先是五婴不前的 后来里长因为为了让我们敦青木林 让我们社区团结 所以就请老师来开这个班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认识很多朋友 还有比较能参与社区的活动 每周一次的歌唱班 不仅让双联礼礼办公室 充满歌声与欢乐的气氛 也为礼民们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中家台北新闻林习惠采访报道 大家在这里也有什么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